哈囉,大家好,晚安,我是Kennigy 今天呢,我要來介紹這首歌曲 就是來自睽違一年 終於推出新作品的Trash樂團 這首歌叫做《重感情的廢物》 那這首歌呢,是主商阿葉在修團的這一年當中 開啟了他個人的行程、活動 所以原本他都是以團體來跟大家見面、出席 可以跟團員一起面對所有的事情 但是在這一年當中,就必須得要他自己一個人來獨自 面對所有的困難、問題這個樣子 那比較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在這一年當中也去參加了一個比賽 那在那個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他強烈的感受到他真的很想念自己的團員 很想要回來團裡面繼續表演、見見大家 然後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基本上就是體認到朋友、家人、團員、兄弟的重要性 那也就是在講一個人他在外地打拼 但是最重要的兄弟們都不在身邊的這種孤獨感 但是又要很堅強這種感覺 那在這樣子的氛圍底下 他撲寫出來的一首歌曲 那其實我蠻能理解這種感覺的 因為原本重要的人都在身邊嘛 可是在這一段期間他們不在身邊的時候 然後你當然必須得要過得更堅強 然後更努力、過得更好 那當然還需要學會獨自去面對所有的困難啊、抉擇啊 這些都是你在這一段期間或是你在一個人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自己去面對的 那我覺得在做這些事情之餘啦 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想他們 真的就是想他們 那想他們其實是很無助的 因為他們也不在身邊 你知道嗎?就算現在我覺得現在科技很發達了 就是我們可以按一個鍵啊 我們可以透過電話、視訊、聊天啊 就是還是可以維持人跟人之間的聯繫 但他就是終究隔著一個框框你知道嗎? 隔著一個螢幕 他還是少了一點溫度啦 我覺得比起實實在在 碰到一個真的人來講 他就是不在身邊嘛 他還是少了一個情感的真實的連結在裡面 所以在我們進步我們自己之餘 努力我們自己 然後經營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想念我們這些原本在身邊的重要的家人啊 朋友啊、兄弟啊 因為這個時候他們都不在身邊 我們就只能想他們這個樣子 那這首歌的MV呢 其實就是在描述一對愛情至上的情侶 那他們就是覺得這個世界有你、有我 這樣就夠了 我們不怕吃不飽、穿不暖、不怕時間不夠用 因為愛情基本上都可以供應我們 或給予我們這所有一切 那我覺得這個MV其實真的很浪漫 然後很夢幻 可是他真的就是蠻費的 可能真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人 佔少數啦 就是把愛情擺全部 然後其他東西都覺得無所謂的人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夢幻的一個存在 然後你真的要找到另外一個人 可以跟你一樣把愛情擺第一 其他事情都不管的話 老實說真的蠻難的 所以就是我剛剛講的 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很夢幻 但如果我真的在這個關係裡面的話 我可能有一天會覺得 我在幹嘛 就是很費的一種感覺 重感情的廢物 就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貼切這首歌的歌名 那其實歌詞裡面也有講嘛 就是如果少了你怎麼算是幸福 討厭一個人開牆壁慶祝 我覺得不管是對於情侶 還是對於朋友啊家人 我到頭來啦 我都覺得我們人 終究是一個群居的動物 就是我很難想像 有一個人可以一輩子生活 都是自己一個人 可能真的有這樣子的人存在 但是我相信那是極少數好不好 就真的沒有太多人 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就是自己一個人過一輩子 我們基本上都是有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朋友 然後自己的好兄弟啊 女生好姐妹啊 這個樣子 所以很少有人啊 人終究還是個群居的動物 你看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喜悅 發生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你卻沒有人可以分享的時候 對我來說那個快樂喜悅 就會少掉一點點的價值 跟沒有一定的溫暖在裡面 就是明明發生了這麼開心的事情 我卻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那當然有時候 有些開心的事情 是自己知道就好 可是一定是會有一種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喜悅的事情 可是你那時候 卻沒有人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個喜悅好像沒有那麼開心了 對我來說 就是沒有這麼開心了 那今天我其實想要跟大家聊的事情 是因為看到就是重感情的廢物嘛 MV在講愛情至上的情侶 我也想要跟大家聊的是你們 有沒有想過你們把自己的另外一半 定位在自己的人生中 什麼樣子的角色 我們今天就先不論已婚的夫妻 因為他們已經有法律關係 婚姻關係了 我們今天就講婚前的這種情侶關係 男女朋友 男男朋友 女女朋友 就是你們 有沒有想過你們把自己的另外一半 定位在你們自己人生中 什麼樣子的角色 我意思是說 有些人可能覺得 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要陪我甜言蜜語就好 那其他的事情 沒關係 我們兩個人過得開心就好 就是有點比較單純的這種角色關係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 我們需要彼此要一起成長啊 什麼的 可是有時候這種定位角色又會變成 時不時可能會有一些無形的壓力 因為你如果發現 你的另外一半 在成長的過程中有點停滯了 你就會開始覺得 欸 這個人是不是 比較不適合我了 我們兩個是不是差不多了 可是如果我們講到剛剛前面那個 就是 只要甜言蜜語 然後過得開心的這種定位 又會覺得 好像隨時都可以 可有可無的這種感覺 就是我如果今天選擇另外一個人跟我 甜言蜜語 開開心心的 好像也可以 所以我其實蠻好奇大家 把自己的另外一半 定位在你人生中什麼樣子的角色 因為我先說我的好了 就是 我覺得 我的另外一半 我希望 其實我們兩個可以彼此看到彼此的好處啊 彼此的壞處啊 壞習慣 有點算是 好朋友的角色 但又有點像是家人 然後我們都是 可以溝通的人 然後 我們是 懂得 彼此分享的人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重要了 就溝通跟分享 那我剛剛前面講到就是 會希望可以看到彼此的好處跟壞處 是因為我如果看到你的好處 我可以跟你講 就是我可以跟你分享說 其實你這個東西做得很棒 那如果看到你壞處的時候 我可以去提醒你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因為你這樣子的壞習慣 可能會跟你有點距離 然後比較不容易親近 這種感覺 就是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兩個人在一起之前 我們就是 互不相干的 獨立的個體嘛 但是在一起之後 獨立的個體這個定義不會被消失掉 所以我們會是 輔助彼此的一種角色 就是我希望 我看到的東西 我也可以跟你分享 那如果你看到我有什麼 做得好的啊 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也可以來就是告訴我 讓我知道 原來我這個地方是 有被別人看見的 那對我來講 這就是現階段的我來說 我對於我另外一半的一個 在我人生中的角色定位 所以我真的蠻好奇大家 因為我覺得 隨著年齡的增長啊 大家在每一個年紀的時候 會有 對於另外一半 不一樣的要求 或是不一樣的嚮往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說 你現在是幾歲啊 那你現在覺得 你的另外一半的 在你人生中的定位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角色 然後跟我分享看看 我覺得我真的蠻好奇 因為我沒有認真的問過 我身邊的人這種問題 然後我今天 就是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突然想到 這首歌給我的感覺 讓我思考到的東西 是這個點 然後我覺得還蠻適合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 因為就很酷耶 這個這個議題 然後這首歌呢 Trash的重感情的廢物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 這個分享 然後很開心啊 很開心 他們回來繼續 帶給大家 這麼好聽的歌曲 然後也很期待 他們之後如果有專輯的話 趕快出 趕快出 好不好 這首歌來自 Trash樂團在今年 2019年 發行的全新單曲 《重感情的廢物》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囉 See you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